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物未言之未遇野之后 大家一直在猜测中国会对美国使用哪些反击手段 中国的第一个重磅反击手段出台 5月31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发布了一条重磅消息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中国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 对不遵守市场规则背离契约精神 出于非商业对中国企业实施封锁或断供 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的外国企业组织或个人 将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具体措施将于近期公布 消息一出网上一片叫好 这标志着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中不仅不会对美屈服 而且已经开始对美国发起强硬反击 中国决定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 制度虽然并没有指明是针对哪个国家哪些企业 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大家开始猜测 哪些公司会第一批优先进入中国版不可靠实体清单 按照不遵守市场规则背离契约精神 出于非商业对中国企业实施封锁或断供 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的外国企业组织 或个人这个条件可不止一家企业可以进入这个清单 可是有一批企业适合这个条件的 特别是最近宣布对华为实施禁运的 那些美国高科技龙头企业都有可能进入这个名单 是第一个宣布断绝跟华为合作 限制华为使用安卓的谷歌吗 是被日本人控股的英国公司ARM吗 是最新宣布不与华为合作的美国化工巨头陶氏化工吗 是自是掌握着高端芯片的高通英特尔和美光吗 是微软吗 想必这些企业今晚都会无法入眠 他们肯定不会想到他们的报应会来得如此之快 他们应该担心一旦被列入清单 是否会永久的失去中国市场 是否会从此走向衰败之路 在这个重要的十字路口 他们应该醒悟了 否则可能就苦海无边 回头无岸了 其实最近中国对美国的反击 并不仅仅只有这个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还有稀土 5月29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在回答 稀土作为中国的优势战略资源 会不会成为中国对美反制的重要筹码时表示 如果有谁想利用我们出口稀土所制造的产品 反用于遏制打压中国的发展 那么我想干南原中央苏区人民 中国人民都会不高兴的 这里一句老区人民和中国人民都会不高兴 就清楚地表明了中国的态度 中国对稀土出口进行管制 将会是中国反击美国贸易战的第二个重磅武器 后续中国还会有哪些重磅武器出台 我们且拭目以待 我相信在中国发出物为言之谓欲野之后 中国对美国会有一系列反击手段出台 可以感受到中国已经下定 反击美国霸权主义行径的坚定决心 只要美国不悔改 只要美国继续对中国搞霸凌 中国就会坚决将对美斗争进行到底 现在该是美国感到疼的时候了 对此中国人民感到十分痛快 终于吐出了压在心里的那股郁闷之气 让国人感到高兴的另一件大事 就是当地时间5月30日 英国电信运营商一亿携手华为 正式开启英国首个商用5G信号 这次5G商用发布覆盖包括伦敦 加德夫 爱丁堡 曼彻斯特 伯明汉 贝尔法斯特在内的英国六大城市 约有45万名一亿用户注册了升级5G的申请 5G网络上线后 英国广播公司基于5G网络进行了新闻直播 这是全球第一个基于商用5G网络的电视直播 即使在最繁忙的地区 用户也能体验到飞快的网络速度 英国电信宣布称 现在只有一家真正的5G供应商 那就是华为 其他5G供应商需要努力赶上华为 华为联手一亿在英国首秀5G 英国广播公司使用5G进行直播 在当前美国在全球追杀华为5G的形势下 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一是英国是五眼联盟成员 英国首先抛弃美国标志着五眼联盟围剿华为破产 二是由于英国是欧洲国家 作为全球第一家使用华为技术和产品的欧洲国家 对欧洲其他国家使用华为5G产品具有示范效应 更标志着美国在全球围剿华为破产 在特朗普以国家紧急状态将华为纳入实体名单 对华为进行全面禁运的情况下 英国在全球首个使用华为5G产品 对华为的气势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验证了任正非的那句话 华为是不死的华为 其实还有一件事或许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 那就是中国领导人即将访问俄罗斯 在中美关系日益恶化的形势下 中俄两国的关系却日益紧密 在即将于6月下旬在日本举行G20领导人峰会之前 中俄领导人会晤就中俄关系和国际关系等 一系列重大问题协调立场显得尤为重要 在中俄美三个大国的关系中 只要中俄这个国际关系中的压仓时的关系友好稳定 美国无论如何疯狂也都无法掀起大浪 5月30日外交部副部长张汉辉在中外媒体吹风会上 介绍了这次访问的背景及重大意义 一是当前的国际形势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单边主义抬头严重冲击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地区热点问题发酵 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威胁和挑战上升 二是中俄关系日益成熟稳定和坚韧 双方政治互信坚实牢固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 相互坚定支持 三是中俄在国际事务中开展密切有效写作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坚定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 旗帜鲜明的倡导多边主义和开放型世界经济 在风云变换的国际形势中发挥了 压仓时和稳定器作用 四是中俄领导人将全面总结 过去70年两国关系发展经验 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做出战略规划 推动两国关系体制升级 夯视中俄关系政治根基 确认在涉及彼此核心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相互给予更大支持 确保两国关系不受任何国际风云变换影响 当前美国已经成了世界上的一棍脚屎棍 其自私贪婪的本性 其无耻野蛮的行径 已经让世界各国人民感到十分厌恶 可谓失道寡注 已经到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的地步 这个时候中国出手对美国发起强力反击 是正义对邪恶的反抗 中国的反击必能得到 中国人民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拥护和支持 只要美国死不悔改 中国就必然跟美国坚决斗争下去 不达目的绝不收兵 中国必然是绝不妥协 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是 中国人家的安全理责任 中国人也有可能 特别人 更加 本人的 旅行 中文 主义 谁 准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